蠻好吃的 下次你炸來可以分辨一下 不要尾伯拿去炸 他的三明治是脆的 他肉這樣 不能吃 喔 他的肉還好 因為他肉本身是濕濕的 所以更好吃 看好爽喔 他在天下想說我在救三小 他剛剛聽一下超大力的 好啦 各位又來到了我們的 欸 這新的叫什麼 我們現在想一個 氣炸鍋很臭是你 為什麼氣炸鍋很臭 我不知道 不喜歡這個味道 我想一下喔 就炸了沒 欸 歡迎來到我們炸了沒系列 對 那上次的話 有拍了一個就是 欸 氣炸鍋炸什麼 然後炸出來會變怎樣 然後那個巧克力跟屎一樣 對 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資訊卡去看一下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想說 欸 那我們就是炸一系列了好 我們這次就想到 可以炸三明治 那三明治的話 好像真的被我摔得真很嫩 三明治的話 我有特別請主意幫我挑 像是這個是 你懂 你懂 叫什麼 夾心吐司 對對對對對 就是甜的那一種 對 想說甜的那一種 試試看 說不定甜的炸的意外的好吃 然後其他的還有 煙燒烤雞啊 牛肉糧風味烤雞 我跟這個 他媽的牛肉糧風味真的超多的 然後經典總會啊 之類的 然後跟兩個甜的 一個是草莓 一個是花生 那我們就直接拿去炸好了 我大概一次可以炸這三個跟這兩個 那我就想 炸完再一起吃會比較好 好 走哥哥 好 你要連包裝都不拆就 那 太多說話記了 說不了 可是他這個本身就會吃 欸 哇 他這個是沒有熱的耶 哇 他這個是不用熱的 你覺得要炸幾分鐘 十分鐘 教一下 八 七 好 那七分鐘 剛剛好耶 這樣看起來挺好的 三度一計 耶嘿 那我們選 溫度200 炸個五分鐘 剛剛只說是那個嗎 因為我把溫度升高了 我想說這樣應該 其實我不知道我們工作室的氣炸鍋的品牌 是有名的嗎 科帥 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就是 推你們覺得好用的氣炸鍋這樣 只是我們也用這個用的還蠻快樂的 大概十年左右 那氣炸鍋很難賺錢耶 一台用十年 超級難賺錢的 那待會呢還有甜的部分 我先猜我覺得 剛剛那三個應該會蠻好吃的 甜的我不確定 可是甜的我之前有吃過那種炸冰淇淋 蠻好吃的 那我們炸完以後我們再直接上桌 Yeah Go Go 咻 各位因為怕它冷掉我決定就是先吃第一批這樣 甜的還在炸 然後 欸不是我在講 油兩口味看起來升滑了 它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它的油被炸出來 然後導致它表面變得很 看起來很blingbling的感覺 來吃吃看看 然後餅皮的部分的話 都變得非常酥脆 來いただきます 蠻好吃的 下次你炸來也可以 分別炸來也可以啊 不要微波拿去炸 它的三明治是脆的 它肉這樣不會很炸 喔它肉還好 因為它肉本身是濕濕的 所以更好吃 好爽喔 這個好好吃喔 因為它肉本身有油 油花都被炸出來 逼出來 然後 它的味道就更重更好吃 啊它的皮真的變脆 我覺得好很多 我換下一個 這應該是總會 你可以幫我翻回首桶看一下嗎 經典總會 經典總會 然後另外是什麼 醬燒烤 喔這是醬燒烤 這是經典總會 我們吃吃看總會 總會的話就很那種 早餐店的氛圍 早餐店很多都是 就是加蛋加菜啊 然後火腿 蛤為什麼對不到焦 為什麼它一直不對 我的三明治 狂對後面欸 適合的它也是在對 喔有啦有啦 對 耶 Igadakimasu 總會有點微妙 啊不是 我知道為什麼 它炸了會變脆 可是那個 總會有一層 做外面這一層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在想是不是鮪魚 有點像馬鈴薯 嗯應該是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總會吃起來怪怪的 因為它裡面 這三層都偏濕 所以它的水都出來了 導致它有一片上下層的吐司 它的吐司吃起來 雖然有炸脆 可是脆中間又有點再爛爛的感覺 這樣 被炸爛的 醬燒 醬燒口味 登登 這個應該還蠻好的 Igadakimasu 醬燒喔 炸起來 感覺還好 沒有特別好吃 而且因為它有一層也是蛋的關係 它一層超濕的 都爛爛的了 我要吃牛肉糧 這是牛肉糧好吃的 這是鹹的部分 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再來這個是 喔這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是那個甜的部分 我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我們直接吃 然後你看它的顏色 這顏色超美的 這顏色超美的 我之前烤麵包我都會喜歡烤這種顏色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Igadakimasu 哇這個聲音 喔 花生 很可以耶 我跟你講 完全不會有三明治的疑慮 這個夾心類型的 外面完全就是酥脆 然後裡面的話它的花生醬有點融化 更為擴散 很好吃 非常好吃 各位你看 它爆出汁來了 各位 200度 5分鐘 好平 很像熱壓吐司 口感一模一樣 再來是草莓口味了 它草莓有味道 我真的覺得我炸得非常好 時間剛剛好 草莓跟花生的話我比較喜歡草莓 不知道 我感覺就是草莓比較適合 這就是熱壓吐司啊 我覺得三明治主要是卡在那個 太多水分了 所以 有很多就是 炸完以後還是會爛爛的這樣 比較可惜 欸真的 真的很讚 突然找到就是 西大鍋炸出來的東西 看超好吃的 今天得正 有一些水分太多的東西 拿出來炸 才會被炸爛 所以就沒那麼好 炸牛要量三明治 我覺得它的好處的點是 它的雞肉原本就是適合吃那種 比較熱一點的 然後 它被炸然後逼出油 然後它上面就很亮 口感也很好 再來就是 它被逼出的油 然後會被旁邊的三明治 吸到它的油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你就會 整個有它的雞肉的味道這樣 那其他的話也是同理 只是其他不適合 因為其他的水分太多 口感開來會有點 味道會有點怪的 今天我給第一名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 草莓 有樣的雞腿口味的 然後 花生 醬燒 最後是總會 我覺得總會裡面真的太多水分了 這樣其實就是當走船很適合 我體驗到了氣炸鍋的美好 上一集真的 不要炸三小 歡迎大家 可以去追蹤我IG Bio也是可以3284 或搜尋黑羽 有時候 昨天會幫我發一些 就是 蒸稿文 就是說大家想看我炸什麼 然後大家可以去填這樣 我覺得下次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有些不知道炸起來的概念會怎樣 像涼麵拿來炸的感覺 有點搞頭 不知道好不好吃 說不定意外的好吃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可以喜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在下方的訂閱和喜歡 支持小鈴鐺 還有按讚我的粉絲 還有按讚我的粉絲 追蹤我吃更別的時間 840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喔喜歡看我遊戲影片 可以訂閱黑羽排的頻道喔